將慈濟的精神深耕在社區 加拿大沃泰華慈濟志工 為年長者舉辦寶劍講座 在場地的四周更張貼近私語 老人家一走進會場 感受到心靈舒暢 在志工溫馨的帶動之下 長輩們也活絡筋骨 在慈濟志工的帶動下 爺爺奶奶動起來 這是為長輩辦的寶劍講座 請來一聲說明 現代寶劍如何從飲食做起 總結起來就是說 第一就是說 飲食方面第一是要進食 說到飲食健康 志工也提醒大家 每餐吃到八分寶就好 多出來的兩分還能助人 感謝各位大德 一路來的相伴扶持 當一顆由台灣 飄洋過海的愛心小種子 茁壯變成一片 造福人間的慈悲述海 寶劍講座提倡身心的健康 從場地佈置就看得到 有年張嘴看到牆上貼的禁絲語 心靈舒暢之餘也立刻寄了下來 大家一起聽鎮言上人開示 我們眾生煩惱走氣很重 長輩們學手語也覺得津津有味 帶來新聞知識美志工 加拿大沃泰華報道